老舅胡同里一直还沿用着公共厕所 这是街坊邻居们唯一的如厕方式 今天遇上这么个事 让大爷很气愤 一起来听听原委 因为一个导监员这个月用电用的太多了 在公共设施 你让他把电给关了 什么也看不见 你再生气 我马上工作的汇报 我当时站着呢 那组长说那导监员 这上个月花了多少钱电钱 这个月花了多少钱电钱 这是公共设施 是不是 你不让开着刀那麦也看不见 都是老头老太太 才去那坐便那个 就陈进人坐便里边了是不是 你把灯灯开关了怎么上这个 你为了为了省点电钱 你把他老头老太摔了怎么办呀 是不是 再一个说吧 咱那扫错都不容易 说你了解吧 扫多干净他妈的都得有问题 没有这么着的 互相理解 上边理解下边下边离本就上边 我尽量把工作干好 上边人呢就是 你干多少都可以挑挑你的事 不是这儿了就那儿了 那也不对 是不是 对 班长是为了他 怕人家人举报也好 干什么也好 你想这厕所垃圾站 你干多好才能干净的了吗 咱们说两句话 尽自己的最大努力 努力的干好就完了 别挑三角四的 我不打不平了 我这妈上这做了黑不拢弄 那保健员不敢开呀 干这这浪费店呀 那谢谢你 不是别的 这是咱们这一公共措施 浪费不叫浪费 那是为了方便群众 是不是 你为了省了点间 你把官长给关了 到时候开的时候 开再开 都什么 你说什么时候开 什么时候关 那门一关呀 跟咱们地狱似的 这财经人这个 你想想 尤其是咱们的糊涂里边了 什么人都有 这点谁也干不好 就算啊 咱们有什么说呢 互相理解 我这是一个保健员 我努力干好 对不对 尽量让大家都满意了 你说能全满意了吗 是不是 没有满意的 你干多好也满意不了 但是尽量啊 咱们把工作干好 你说是不是 好了 谢谢 好嘞 好嘞 他说什么 你知道吗 说宴费啊 太多 公共设施 咱们这有什么说吗 对不对 您不让他亮的 你去看 特别黑 什么也看不见了 你说是不是 公共设施 为了方便他们群众 咱们这有什么说吗 您这不是方便群众啊 大家伙是怎么活 我说这意思就是啊 我们把工作尽量干好 没有别的意思 你呢 也别老挑毛病 谁能干好了 这是措索的事情 尽量干好 哪有这么干事情 是没的事啊 刚上完措索了 他近年给打扫了 女措索那边又来了 刚好你赶上 你检查的来了 他打扫这边了 那边就扒了 怎么办 所以互相理解 这不能那么较真 谁不敢把工作干好 我挣这份钱呢 就得干好 尽量干好 没有干十全吃美的事 还有他们扫街的事 干多好 就得罚了 老花钱 为什么罚钱 你看不厌的 咋人家能看见 人家找你的事 我就爱说失望 我要找你事找不着 你干的一百分之百的好 我也能找出你的毛病来 找毛病谁都能找出来 但是互相理解 互相谅解 是不是 为了把那工作干好 互相的 您觉得大爷说的有道理吗 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个视频 不见不散 放在这边 mam